老板,你找我什么事,我今天特别忙 清楚还是不清楚,这是一个问题 老板,对焦清楚了,图像就清楚了 嗨,我不是说拍视频不清楚 我是说咱们的一个专利申请的说明书被审查研制了不清楚 这怎么办,你去弄清楚吧 好的,老板 王律师,您终于来了,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我知道专利申请需要包括说明书 那这个说明书是不是和商品使用说明书是一样的 两者类似,但又有很大的区别 专利说明书对技术内容的描述要比产品使用说明书更加具体完整 说明书和全了求书是一件专利申请里边最主要的两个部分 其中,全了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来确定专利申请的保护范围 而说明书主要用于清楚完整的描述技术方案 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理解和实施该专利 简单的说吧,就是要让有一定技术基础的公众在看了专利说明书之后 能够了解这个专利的技术方案是怎么实现的 听起来说明书的撰写非常重要啊 那撰写说明书需要注意什么呢? 需要注意的地方很多啊 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清楚 清楚?怎么算清楚? 这个清楚啊,其实就是说明书本身阐述的技术内容要清楚 说明书中在描述与全了求书相对应的技术方案时啊 需要以更加清楚简要的文字来阐迷该方案 尤其对于晦涩难懂的特征 说明书中要给出更加具体的说明 例如可以给出具体的应用场景或实例 因便于理解 哦,明白了 就是要把一些宏观的特征解释得更加具体和明确哈 那还有其他的清楚问题要注意吗? 有的 比如,由于说明书可用于对全力要求书进行解释 因此对于全力要求书中的一些术语 尤其是申请人自定义的术语或制造词 需要在说明书中进行详细的查述 什么是制造词呢? 呃,如果专利文件中的某些术语啊 不是所属技术领域的常用技术术语 则这些术语就会称为制造词 呃,之所以在说明书中详细解释制造词 是为了让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能够理解制造词的含义 继而才能确保全力要求书的保护范围 清除解药 哦,那要怎么在说明书中解释制造词呢? 呃,可以直接的啊 在说明书中描述制造词的含义 例如对于图像中对象的属性 这个制造词 呃,可以将其解释为是 诸如眼睛大小、头发长度等 在图像中可以观察到对象的外形特征 是不是必须直接描述制造词的含义? 呃,推荐直接描述制造词的含义 但是,如果在无法具体给出制造词含义的情况下 可以描述制造词所包含的内容 例如图像中对象的属性 包括头发长度、眼镜类型、衣服的颜色深浅、衣袖长度等 上述所说的直接或间接描述制造词 是不是只能二选一? 呃,不是的 可以双管齐下 既描述制造词的含义 又给出制造词所包含的内容 哦,明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